今天ET的股推介是中昇881 《经济日报》的投资业话组减选原因 是国策受惠股可望继续跑赢大市 当中受到减征成用车构置税 措施刺激 汽车需求预料转趋强劲 预计汽车经销股接力炒赏 推介中昇 照商证券估计 中昇4月份的销量按年跌超过两成 但大幅跑赢期内 汽车行业跌大约4.7个水平 中昇4月份的销售表现 相信是全年的低谷期 最主要公司在广深地区渗透率提高 近期广深地区推出 给予汽车消费补贴等政策 广深地区受为明显 预计5月和6月销售将会按月大幅改善 中昇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公司业务集中在华南和华西 就疫情影响较低 二是公司是内地最大的豪华车经销商 去年第四季完成 对人夫中国的收购不同并表 令公司在平次品牌的市场份额 由1,2%大幅提升到1,8% 区域龙头地位进一步巩固 走势上 中昇形态正是挑战去年10月起延伸的下降轨 策略方面建议是50元左右吸纳 目标先看3月份底高位57.6 主要大行给予目标价平均超过86元 跌穿47元就止 见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